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芬衣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 把这个冬菱玉 冬菱玉把它编起来 然后利用这个玫瑰 玫瑰的切法 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条熟练的一个作品 那基本上这个玫瑰 是一朵一朵的编制 这是用一层七的环去做编制的 那这个是双冻的这个贝壳配件 那这个上下都有加这个三米的水晶角珠 这是圣瓦洛士奇的家彩的三米的水晶角珠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编制的动作 那我们先把这个 就是这个冬菱玉 先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0.8乘以5 乘以4的圆圆形的那个 不锈干缓 套入这个洞领域的这个洞里面 它的洞是在下面跟侧边 好 那我们由这个平面 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一面进来 慢慢的转 小心一点 要稍微开大一点点 才比较好放 那准备这个一层七的话 我们先来做玫瑰 那这个一层七的话 每一朵玫瑰要有六个玫 那我们总共开五个 闭合一个 那这个要闭合起来 这个闭合的玫瑰 上面加两个 一加二 接下来这两个平行圈的 第一段是一个 第二段是两个 那在第二段的玫 上面再加两个平行圈 那这样就会有 不管你是哪一个 这个你要这样子 把它拿起来 这个当第一段也可以 那我们刚才这个 是最后加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 拨回来 这样就一样是 第一段一个环 第二段两个环 第三段两个环 那我们握的时候呢 握第一段的那个环 拿的时候拿第一段 左侧拿第一段的环 第一个环 然后第二段的两个环 中间的两个环 我们让它平行放 平行之后 这样我们要来做 最加最后一个环 这个 第六个环 由这个第二段的上面的环 勾住第二段上面的环 再勾住第三段 靠自己的那个环 再一次喔 第二段会有 上下两个环 那我们要勾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勾第二段的上面那个环 然后第三段会有两个 是前后 前后 那我们勾了第二段的上面那个环 之后要勾第三段的 靠自己的这个环 第二段的上面 在第三段的内侧 靠自己的 然后再把 第一段的环 放进来 那放的时候 要记得是由内往外 由内往外 就是这样子 勾 你这个左手 右手的环 勾住这个工具 往内侧 由内侧往外 去勾这个第一个环 放掉之后 稍微拉一下 就会发现 这里 就有一个锤在外面的 这两个 这一个 那这个中间 就会有两个平行环 平行的环 然后 最后一个步骤 要把这个 左手的这个环 放进来 但是不是直接放进来 要把这个 工具上的这个环 把它由中间 跟这两个平行环的中间出去 由它的中间往外出去 这两个环的中间 所以你只要往下 一点点 再出来 由这两个环的中间出来 出来之后 再把手上的这个环 放进来 那 闭合起来 就是一朵玫瑰 那我们 因为要跟那个 那个 东霖玉结合 所以我直接 就把它 放在这个 橢圆环里面 那这样就是一朵玫瑰 你放平的时候 它就是一朵花 好 一朵玫瑰花 那等一下 我们就 这样子 做的时候 可以先把玫瑰花做起来 我再示范一次 开五个 闭合一个 闭合的环是第一段 第二段是两个平行圈 那第三段是两个平行圈 加在第二段的两个平行圈上面 那之后一个环的时候 我们 由内往外 勾第二段的上面的环 再由内往外勾第三段靠自己的那个环 把左手的第一段放进来 也是由内往外 放进来之后 我们稍微把这个 纸带拉一下 就会发现有一个独立的 在外面的这个 最后这个环 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时候 要由中间这两个平行圈的 这个 工具上的这个环 由这个 两个平行圈的中间出去 所以它要内缩进来 再往这个 两个中间出去 然后再把左手的这个环 抛进来 我这样就完成一朵玫瑰 它看起来就像一朵花一样 那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可以把它 组合起来 那我们要这个 玫瑰跟玫瑰的中间 我们要利用这个贝壳 这种 双冻的贝壳把它组合起来 那上下就给它一个 三米的那个 角珠 那通常我的习惯会是这样 就是 这个酒蒸它的缺口 在上面 那我们就往那个方向折 第二侧的地方 就是往 低侧缺口的方向折 然后这个 大概留0.8公分左右就好 因为我们要让它小一点点 再用圆柱前工具 手掌心朝上 然后 往上 捲进来 那做完的时候做一个动作 然后检查一下这两个洞 有没有在平行的 不要一个是平的 一个是立起来的 我们要让它两个是平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针 有没有直的 第二个洞一样的做法 先加一颗三米的角珠 然后穿过贝壳 再加入一颗三米的角珠 剪那个提针的时候 手都要稍微辅助贴着 才不会一剪的话 它喷着 我们用我们的手稍微顶一下 注意一下 有四个环的方向 会是一样的 圈圈 都是平的 那贝壳两面都可以 有一面比较白 有一面比较暗 那就看你喜欢 那我习惯把那个比较黑 比较暗的这一面 它当成是正面 因为它财度比较高 那这个玫瑰跟玫瑰中间 我们就以一个0.8乘以6的环 来做 跟这个贝壳配件做组合 像这样子 你把它打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是有一个环 它会比较突出 工具夹住的这个环 它比较突出 那我们就由这里去勾 这个比较突出的这个环 它比较外侧 它是在最外侧 然后再勾 这两个 这个贝壳的两个九针 第二侧也一样 这个贝壳的九针的第二侧 我们也是这样做 然后再跟第二朵玫瑰 组合出来 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字带 那我们两侧都爬座 像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东宇域的两侧 我们都做了这个几朵 就是 一二三 这有一侧是 就是三朵玫瑰 那都是玫瑰 贝壳 玫瑰 贝壳 那这边也是 玫瑰 贝壳 玫瑰 贝壳 那只是有一侧呢 我们就把它加最后 再用这个0.8乘以5的环 加上一个问号勾 那这个 因为这个玫瑰 它稍微会转 所以带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贝壳 怎么一下子是正面 一下子反面 没关系 你带的时候 就稍微把它拨一下就好 那带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可以随意的调整你的长度 那这个0.8乘以6的环 都可以勾 你要把它勾在最后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 或者是说 勾在这个地方都可以 因为0.8乘以6的话 有很多个地方可以做勾 那就是看你自己 有的人喜欢带的松松的 有的人喜欢带的比较紧一点点 如果你的手 没有那么大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子带起来 还是太长的话 那你就各都做一个贝壳就好 然后玫瑰 到玫瑰就结束这样子 然后就两个贝壳就不要用 如果还不够你就再增加 可以随意调整 那我们做这样子的话 是可以就是有一个流树 流树的话就留在后面 那你要把它这个 都就是 但是贝壳在这边一侧比较多 那一侧比较少也可以 所以你做的时候可以就是看你的手 去决定 你要不要做那么长那么多个 那做那么多个流树 腿掉下来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漂亮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贝壳的上下 都有用这个夹彩的 夹彩的那个施华洛斯奇水晶 所以它干起来 比较闪闪发亮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个东宁玉的玫瑰熟练